我们会特别注明您是为了意大利防疫专用 就是专款专用 工作人员电话接不停 小小的办公室挤了好多人 闷口又一堆人排队根本忙不过来 我们在外面我们去这一个来 我等一下先用年始收去帮大家拍 这次大家排的不是买口罩 而是要来捐钱 这位来自意大利的神父 来台湾的时间已经超过一甲子 在当时困苦的年代 无私的为台湾人奉献 但现在他的家乡保兽武汉肺炎肆虐 第一线的医疗人员物资短缺 因此换他恳请台湾民众伸出援手 帮帮他的家 一日消息一出 果然台湾最美的风景 世人 像是这位阿公 连孙子1.1滴唇的铺满 都拿来捐了 自己再加码补到1万元 他们对我们台湾以前贡献非常大 那穷人甚至他们都不收费 看到这个讯息我们有能力就 尽量出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今天是清明年假 其实我们很感谢很多民众 宜蘭县的各个地方或者是其他县市一起过来 距离募款目标1100万 虽然还有断距离 但神父得知台湾民众捐款踊跃 相当感谢 也期盼15日募款截止时能顺利达标 把足够的医疗物资送往意大利帮助家乡 突发中心宜蘭报导